兩人出局 兩人再臂 唯一棒落空 K you very much 大家都在講態度態度 那態度是什麼 那就是在對自己的負責 現在在大專都可以進入副賽這樣 那表示他們不僅是在練習上的態度 還有在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我就覺得說還不錯 那就是要常常慣失的當 其實每個選手在我的印象裡面都很深刻 那他們可以成功 其實在自己的自主性 這些選手也比較強 就是對他們自己的負責任就是很比較專注 那在一些細節上 也對自己走重練習也非常注重 其實常跟選手講的 他也是自己一個傳承 對自己的經驗給這些學生 那畢竟是在學生時代還是一樣 基本的功力一定要做主 就是叮嚀他們自己要有一些 就是要有負責任的心 基本上沿了一個禮拜 那心態上應該大家都還OK 因為疫情上可能會 有時候也會影響一些練習 或者是時間上也沒有辦法說 配合得很好這樣子 在這一個禮拜 把一些細節做得更好 那準備好比賽的心態 然後再複賽好好加油 從中央隊回來說 建議跟我說你在每個訓練 比如說傳接球 跑衝刺體能 就是每一個動作都要全力移行這樣子 城棒大人的那個世界就是 也是需要一點速度 不可能你只要到一百三一百四啊 你就是容易就被打出去了 所以說投手上面球術很重要 他教球方面就是以日式風格 就是加強下半身 所以說我也是缺乏這一點 然後所以說他讓我學到一些下半身的運用 力量會投球方式會更好 機械 目標當然是總冠軍嘛 那就是一場一場來這樣 目標當然就是冠軍 但一樣每一場都做到自己的本分 然後一場一場就贏下來 請手電力Fuzz you 踢一台幫我們加油